大家早上好 终于又来拍Vlog了 不知道大家这个星期过得怎么样了 这么慢才来拍呢 因为一直在帮人家做一些录音 大家就是觉得我的Vlog拍得怎么样了 有些人跟我说我的画面乖乖的 有些人跟我说我的声音录得很好 声音录得好因为我有录音的器材 所以就比较可以录得好一点 这次在MGO期间呢 我就学了这些很多简介的东西 我发觉到很好玩 有些人跟我说 诶你很会变魔术吼 其实我也是自己慢慢学的 那有些人跟我讲 哇 这样子以后YouTube红了 可以赚很多钱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赚钱 不会打标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 至少目前为止我还觉得我 满enjoy一下 就是我很享受去搞笑拍片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在音乐方面的知识 一些生活我所知道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可以留言下面留言给我 这样我就可以更进步 然后去学更多东西 其实我一直很想出去拍 可是我一直很纠结在 收声录音录不好 因为如果我出去拍的话呢 我需要额外的录音 手机录音不是不可以 可以啦 就是会比较输一点 输过我在我的录音室的器材 好 我就试一下尝试出去拍 看看感觉怎么样 GO 大家早啊 到外面 我现在要去拍一些菜市场 明天就是搞歪了 这里呢是卖猪肉的 我现在看了才知道吗 太久没有出来这里 那这边吃下去呢 咖啡店已经开了 原来这边有街友 我还不知道原来街友在这边睡 原来扎巴萨牆壁这边 有这些图案啊 还画的不错 我已经很久没有到柴巴萨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到柴巴萨了 重新体验一下柴巴萨的生活 我小时候呢 我小时候呢 会来叉巴萨呢 就是 过年过节 好多海鲜 带大家走进去看 哎呀 硬动 这就是菜巴萨的一些规则 小巴萨还有卖豆腐水啊 点心啊 肉丁啊 还有很多的水果 这边都是水果 这边都是水果 尝尝 已经开始有人开始在卖东西了 开始很多人 因为明天是高啊 我在想 应该很多汤位是没有开 这里呢就是蝴蝶公园 网上是巴沙玛朗 我们这边只有巴沙玛朗 我在周后呢还有巴沙玛 这边有一些壁画 第一个是干啪面 拱拱 飞碟膏 点面 哦这个是马来糯米饭哦 最后一个是碗笔 其实在外面来拍啊需要比较好的手绳 这个呢就是我的粒麦 然后接去我的手机 这边很凉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很惨到柴巴沙来 小时候我记得我会到这个大的柴巴沙来都是新年 过年过节感觉像我现在到了这边好像感觉不一样了 好多东西都在改变了好久没有来到这里了 天快亮了有时候你抬头看看天空 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其实没有那么的负面 看到事物的天空 好像在告诉我 要积极一点去面对自己的困难哦 圣经说 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 啊早上的空气特别新鲜 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早早起来 看一看事物的天空 怎么早就开始有人在搭船工作了 应该是昨晚的收获 捕到鱼了 啊可爱的小猫 怎么早也一起起来 找东西吃了 咪咪 似乎很多百鸽 你们要喂百鸽叻 就在这边喂啦 都不用去国外 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